早就听说 在多哈的海边 有一个小的海鲜市场 可以买到刚刚打捞上来的 新鲜海产品 周六一早 我们开车来到了这里 市场上摆放着 很多诱人的大螃蟹 和各种各样的鱼产品 塔塔尔沿海水域的渔业资源 非常丰富 海岸线长达五百六十多公里 在这里 顾客可以亲自挑选 欢蹦乱跳的大螃蟹 每攻击只有十到十五卡币 折合两三英镑 不到三十块人民币 北方长大的我们 实在是不认识几个鱼种 小薰大钱 这些鱼 如果你认识这些鱼 欢迎留言告诉我 刚打上来的鱼 他在把那个鱼 从鱼网里面往来扒 螃蟹看好 这还是有生第一次见到 渔民在打捞螃蟹 水面上停泊着很多渔船 现在正值螃蟹的季节 瞧 母螃蟹蟹黄饱满 只是个头还有点小 据当地人介绍 再过一到两周 母螃蟹会长大很多 夜间出海捕捞 清晨返回的渔民们 正在忙碌地清理着 刚刚捕捞回来的海产品 一只关蹦乱跳的小螃蟹 想必螃蟹锋利的爪前 一定把鱼网抓得千疮百孔 已经上岸的渔民 正在修补破损的鱼网 这个时间气温已经上升到三十四五度 很多渔民已经开始收工了 满载而归的渔船 停靠在小码头边 渔民推荐我们 买了两条漂亮的大鱼和一条小鱼 三条鱼一共十五卡币 然后急切地驾车回家 准备做螃蟹 先给螃蟹加入清水 让它们吐一吐泥沙 瞧 螃蟹还在吐泡泡 小心地用小刷子清理干净螃蟹的粥身 用姜末和蒜末加入生抽 香醋和少许香油 调制出味道鲜美的蘸汁 螃蟹上蒸锅 加入少许的姜片和葱段 上汽后大火蒸八分钟 我用相机记录了螃蟹 瞬间变红的精彩瞬间 非常的美丽 诱人 再来看一遍 哇 瞬间香味扑鼻 波斯湾 优质的水质 让这些原味清蒸的大螃蟹 味道无比的鲜美 这个个头的螃蟹 恰恰适合清蒸吃法 既鲜嫩多汁 又带着海水淡淡的咸味 和螃蟹自身的微甜 实在是太美味了 公螃蟹 丰富的蟹膏 饱满的蟹肉 美味到无法形容 太棒了 感谢您订阅唐粒的美食频道 下期会更精彩 蟹圈子里的肉 疯狂开吃了 不到一小时功夫 四只大螃蟹 就成了这样的状态 实在是太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